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现在想想前面那一段时间对我就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因为如果没有那一段精力跟那个验发的技能 我可能没办法做到现在这样子 现在要以肝硬骨法做出无添加的健康酱油 对熬了十多年的五国冰来说 只要调配好前后制程各约十天的时间 确认自己设计的监测设备运作正常 那就不难 过热 因为只要状况 警报器会马上提醒他 放下手边工作紧急应变 天气很正它长很快 要不然通常是在接近第三天 其实现在已经才第二天而已 它就已经吃很多进去 这一天就发现高温高湿豆渠结块得赶紧翻渠了 因为闷在那边温度会一直高一直高 那你超过40度对它而言 那有的渠菌比较弱就会挂掉 挂掉它就不再生长 就会有其他细菌入侵 只见他专注轻柔的替豆子按摩散热 这些年吴国冰对制渠这座酱油前期最关键的步骤 可说是煞费口心 从菌种到盛装器皿的材质 散热孔洞的大小 他都仔细研究过 还为了稳定温湿度写程式 设计这一屋子能以手机远端遥控的系统 好 启动了 这执行力和专业来自过往的经历 回老家云林斗六前 吴国斌是科技业主管 就是做手机 做系统开发 我在台北负责台北的研发部门 那总部在新竹是做IC 那台北是把新竹研发的IC做成手机这样 台北是我要负责 所以我可以掌握整个步调 那后来因为公司的状况有一些转变 车流有一些转变 那个压力又来 我的身体状况开始又出现一些毛病 腹痛又常睡不好的他 真没想过十多年前 竟在一次健检中发现肝脏肿瘤 也没想过回老家休养 竟在一段家族历史里 找到新的人生 其实吴国斌的爷爷早年在斗六经营酱油厂 他印象中老家院子里有好多酱缸 出货时孩子们还要帮忙贴标签 我爷爷他当初我们做的酱油 都是用台湾本土的黑豆 那我爷爷他为了找原料 他会坐火车到南部 到恒春那边去找原料 那当时我们的量是要用火车载 他整列火车都是在我们家要用的原料 但除此之外的一切就都很陌生了 因为一场气暴意外 父亲身受重伤放弃接班 吴国斌就再也没接触过酱油产业 回家养病时 爷只打算种菜除草 放慢步调就好 直到有次接管酱油厂的四叔来家里做客 他忽然间蹦出一句说 他也想要像我爸一样要退休 他要想要把酱油收掉 那时候其实我没有表示什么 我只是心里在想 这样爷爷以前风声 铃声很好 他那个四叔这样把它收掉 我觉得很可惜 那时他可惜的不是生意 而是家传手艺 自然发酵无添加的干湿硬油功法 让当年边养生边学有机耕种的他 好有兴趣 有一段时间就是吃一些 比较有机的产品 那一段时间让我身体很有感 前段时间我又在了解老家的酱油 然后刚好又跟有机农业 给我一些启发 我觉得说 我应该有机会为老家的酱油 做一些转变 然后又可以帮我自己养生 他想着如果敢用有机豆来做酱油 不但自己能吃得健康 也能延续爷爷制酱的精神 所以几经思考后 他决定离职好好钻研 但家人没一个看好 所以我一开始都用小鸥 那有亲友就觉得说 我这样好像在半家家酒 对那我觉得这样也好 因为我本来就是要养生 没有要太操劳 但是事实上我自己心里面 已经打定主力要做 因为古法酿造工序太繁杂了 四叔的工厂也早就放弃 无添加的坚持 他不死心 硬着头皮向爸爸叔叔讨教基本流程 在自己试作 结果发现问题真的很多 像是智渠完成后 要把豆子洗净再静置醒渠 那要多久 像醒渠好 那时候也有讲说 那个叫闷渠或二次发酵 那那个时间点 他们都没有跟我讲 到底要多久 然后关键在哪里 他就跟我讲 放一段时间 比如说他温度起来就可以 但是温度到哪里 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等于要去摸索 他只好一次次实验 记录温度变化和发酵状况 才知道放四到五个小时 最刚好 接着扮盐入翁 又是挑战 以前说我用多少豆子呢 我就要几瓢的 那个盐巴的分量 但是以前的瓢的大小 我不知道 那我用现在的瓢 跟以前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那个分量的比 有可能就不准 所以我试过之后 结果整个就是污染 又臭掉 但这些挫败 没击到吴国斌 反倒激起了他的斗志 每一次的失败 对我一眼都是一个 其实都是一个收获 如果失败了越多 我才知道说 什么样才叫好 为了做到最好 他拿出以往的研发精神 从郡种开始研究 全心投入到有段时间 直接睡在豆渠旁 好观察细微变化 这个是之前已经封的 就这样慢慢掌握诀窍 还有了自己的坚持 像是豆渠入翁做沿风 它会在铺的平整的棉布上 把纯净胡言捏碎在压石 确实密封两次 隔绝虫子或杂菌 然后我们这次要做第二次沿风 老一辈他们都只做一次 那你为什么要分两次 因为我发现它第一次 你封一段时间之后大概 因为它本身 有点会热胀冷缩 然后又那个水气会 刚开始会散发比较快 所以你看旁边的时候就会有裂缝 所以我通常会等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后 再做真正的沿风 而且不同于一般酱厂 只静置熟成半年左右 吴国斌愿意耐心等候一年多 再取酱胚煮酱 这又和另一个挑战有关了 因为依照古法做酱油 鲜度太高了 讲求健康的它一心想调整 但不容易 每批豆子的水分 环境湿度不同 它不仅在每次第一道煮酱 这一个小时的过程中得全神贯注 以防烧焦或过度浓缩 还另外找时间跑央途研读文献 了解如何拿捏原料 理检可能就污染 又整缸会报废 所以我必须要做 就是有点用原来的跟 钱很多的慢慢去抓 去接近那个区间 但是你每试一次就要大概半年 就要耗掉 然后我有去研究 找一些资料说 到底多少的盐度 是可以抵挡 那个不好的菌的污染 就是至少要比它高一点点 然后所以要去做一些计算 计算出盐量之后的每个阶段 也都要取样 检测盐度色度和酸碱值 确保品质稳定 但检盐多少影响酱香 他才又在实验找解方 后来发现熟成时间延长到十个月以上 发酵程度越好 响起自然浓郁 做酱油这么费功耗时 真值得吗 做实验要花时间 所以每一年都要 大概烧掉一百万 那我大概自己给自己 大概五年的时间 然后大概到 到后期 就是发现那个资金 都快烧完 那个时候才有压力 其实四叔和妻子都曾劝他 别那么执着 他有拿给我那个粉末 那个他们以前叫阿米洛桑 就是氨基酸的粉 那种添加剂 那种I加G的粉 那一加上去就非常鲜 就很好用 我跟他讲我做我不要用 我老婆说问我要不要做 干脆做那种低价的酒 低价就是靠量大 然后那个其实会比较赚钱 那我做 其实很简单 做一年就学会了 那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 把那个盐度降低 要做健康 然后我又从 我开始找国内的豆子 对 就是因为要健康 它没动摇 还要更进步 那是全部使用本土有机黑豆 先机器筛选 再人工调节 它是这么细细琢磨 才慢慢拨云渐日 做出成绩的 我大概试验到第三年 其实自己心里有一定的概念跟经验 我觉得已经快抓到我要的东西 只是说还没有那么的确定 那后来大概是有一次 我舅妈来我们这边串门之聊天 我有听到她说 诶 那古早味有回来 那我听到那一段 我就觉得 哦 那我成功 那时候应该很感动吧 对 很感动 对 不好意思 努力开了花 还收获意想不到的丰硕果实呢 她坚持在后段制程中多一次熬煮 藉由温度变化凝结出这市面上少见的固体酱油 我去分析的结果里面几乎九成都已经变成氨基酸 它整个蛋白质含量接近酱油的两倍 这些时间熬出的成果后来慢慢被看见 不但和国内传统酱厂一起做推广进军百货商场 更有机会跨足国际参展加拿大台湾文化节 让更多人认识台湾的风土滋味 用心做好一件事会有回报的 做的吃的都健康 它的病情获得良好控制 近年还在酱缸里发现另一种珍宝呢 这个就是那个硬盐花 就是因为静置熟成时间够久 才能结晶出这亮闪闪的硬盐花 数量不多 但咸鲜回甘深受饭店主厨青睐 它好有成就感 在国外 不管是中国 大陆 韩国 或东南亚 他们用的都是所谓的湿式 就是用液态的方式要搅拌 要通气的 都不是那种固态收成 那固态头人现在大概只留存在台湾 所以我觉得很独特 这也算是祖先留下来给台湾的礼物 我觉得可以继续把它保存下来 虽然说中间有一点点不省 甚至我以前可以在科技的 可以风光的退休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有每一个人的命 那可能我的命就是这样子 那刚好可以我做传承 传承古法把一件难事做到极致 擦亮了老招牌 现在的他感谢命运的安排 坚持与等待 他真的懂得时间淬炼的功课 如同这位酿酒师 他在事后回忆说 他自己最痛苦做事的时间 就是学到最多的时候 你找到你喜欢的工作目标 你其实真的是会蛮全心全力投入的 甚至会想说说不定 也根本没有退休的时候 说不定你一直在做这一行 从大学开始到现在将近20个年头 段元杰从来没有改变过 他追逐梦想的热情 他想成为酿酒师 六年前还集资上亿盖了间自动化酒厂 眼前这台充填机 更是让国际大厂都来争相观摩学习 最厉害的地方是 它可以充填铝罐跟玻璃瓶 通常以正常思维的话 你一个工厂你要有两种容器 你必须要有两条独立的线 但是你的空间就是double了 自己规划整合产线 让它能够在有限空间内 做出最大的产量 但自动化可不代表可以完全不管 尤其啤酒充填最怕 荣氧太高产生酸败 所以封盖前这个注水的小动作 很重要 那我经过那个小水柱 它会把那个泡给激发 所以激发的过程中 它会把瓶口的氧气给冲出来 但是呢你必须要控制好 你那个涌泡的程度 注水太少氧气冲不完全 太多啤酒溢出会影响容量和瓶管 得全程紧盯随时调整变脑数据 你跟家伐说 我有一波会有两百多瓶的NG 哪怕溢出的只有两三毫升 为了品质 段元杰还是决定淘汰那批酒 以前他可不是这种坚持细节的完美个性 大学时期他是差不多先生 只求不被退学 工客能混就混 最后被延毙一年 因缘忌讳到数数学生开的酒厂打工 才让他的人生有了转变 那时候心情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真的是很没面子 很没面子 因为就怎么会混到被延毙这件事情 所以我很把握这个工赌机会 因为你想要证明说 我其实不会白花这一年 啤酒的主要原料是大麦芽水 啤酒花和酵母 把麦芽跟水糖化之后的甜麦汁 加入啤酒花产生苦味 再进行发酵 还可以加入不同的元素做变化 像这天 他就打算做一款类似威士忌的酒款 我们会希望这个威士忌的 它有一些smoking的味道 所以我们用很高比例的smoking模 只是要有威士忌的醇厚 就得投入比平常更多的麦芽 花更多时间糖化 还要小心麦克阻塞 挑战不少他却觉得好有趣 我很喜欢这种 就是很具有口味上挑战的事情 我们很喜欢做一些 很好玩的研发 凡所有的原物料 你只要是合法 只要是安全的 你都可以拿来做啤酒 甚至是你觉得这个啤酒 加这个原料 是不可能成立的 但是就是可以做 例如说随便举例 例如说辣椒啤酒 还是有人做 那时为了洗刷不求上进的标签 公渡期间他努力学习 想要做出一番成绩 而这种没有框架的创造模式 和他喜欢自由多变的个性相符 恰好给了他舞台 不过20年前 烟酒专卖政策才刚解禁 精量啤酒算是新兴行业 大部分的人都还在摸索 失败是家常便饭 经验值不够 简单说就是 你可能哪个环节没有做好 所以有杂菌进去你的酒里面 然后导致你这个酒 整批就污染了 对 一开始真的会发生 当然现在不会的 那污染 倒掉是倒到多少 倒掉就一吨两吨几跳的 虽然老板能体谅 大家都是做中学 没有多责怪 但浪费的原料全是成本 内疚的他不断想办法找解方 我们就是测很基本的糖度 然后CO2含量 总共会做五六次的取样 每一个取样都是有他的目的性的 每个制程的开始和结束 都要抽样检测 水池 时间 温度 菌种 任何一个细节都会影响结果 当年可没有现在这些仪器设备帮忙 甚至连可以问的人都没有 他只能自己用工作空档看书 上网爬文 经厂一整天都待在酒厂研究 我觉得反正多做多学 没有在计较公司的 当你找到问题点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是最幸福 最开心的时候 而不是这个酒好喝 是你找到原来问题点 是在这个环节 因为这个环节是 没有人可以跟你讲的 是你因为是你自己在研发 你自己扯 你自己体验的 一次又一次累积的成就感 让端元杰越做越有兴趣 退伍之后他决定留在酒厂 立志成为酿酒师 但梦想虽美 现实却是残酷的 酿酒是小众市场 薪水不高 对北漂生活的他来说 并不容易 早餐就吃水就蛋 因为一颗蛋好像才四块五块吧 对 反正就尽量能省着省 你想嘛 你在台北 你两万二你是要怎么生活 对 你房租七八千要不要 一定要啊 对啊 你的吃消呢 对啊 所以那时候真的过一个很省 是省到你很难想象的那种状况 然后你还不太想跟家里说 我现在过得很辛苦 因为是你选择的啊 收入和付出不成正比之外 酿造过程的高温闷热 更是让人感觉呼吸困难 现在的温度只是六七十度而已 我糖化完 过滤完 我的煮沸 我是一百度煮沸 我整个周周围都是蒸气 这天赵丽要过滤糖化后的麦汁麦壳 却出了小状况 你不要在那儿啦 你手棒啊 因为过滤不完全 残余的麦汁跟着麦壳一起排出水化四溅 他担心同时被烫伤急着要对方离开 早期全手工酿酒 像这样的小状况更多更辛苦 所以当时从朋友到家人 每一个人支持他的选择 那时候你会觉得我很抱歉 去解释一切 你会 就例如说好 你今天见面 然后人家问你说 你阿公辛苦干嘛 然后你跟他讲 你很多的热情 对这一行很有热情 然后我想要做 我自己想做的事 但他没办法理解啊 因为每个人对工作的热情是不一样的 然后再加上 就摆开来看 你这个行业就没有前景啊 然后你跟我说 我很有热情 但你真的很有热情 你真的百分之百很有热情 然后你很正向思考 但你看着对方的表情 然后他会觉得 你是头上摆去的那种 就是你很难解释 说不清楚 那就用做的吧 他相信 全力以赴投入自己喜欢的事情 会有收获的 你一定会在某个时刻 有这个想法 那但是 你对这个行业的热情 还是会大于这个质疑 所以还是会继续解释 未来一定会有 会给我的回馈 那只是这个 你不知道要等多久 但是你就只是专注在现在 所以他继续努力累积经验值 努力看书学习紧尽自己 终于2014年盼到了成果 他在亚洲啤酒大赛当中 一举拿下比利时啤酒组的 金牌和银牌 之后几年 更是横扫国际奖项 让他声明大噪 餐厅 艺人 潮牌 各种联名邀约纷纷找上门 我觉得大家看到 原来你的坚持是有收获的 我觉得那个时候 对我来说的证明是这样 但段元杰没打算停下脚步 他还想继续挑战自己 所有的参数 我看得到时间 我看得到温度 我看得到容量 我看得到我们每一个法 他开启的程度 他想盖一间全自动化的酒厂 手工量灶它没办法 它很难控制每一批都是一致性 我要追求的是更极致 其实我们不是为了要省 省我们的体力活 我也可以一天扛一百包卖 对 但是我要的是 很确保每一批啤酒 都是我要的最好的结果 只是梦想越大越难实现 涂地厂房 光是筹措资金就不容易了 再花个一两年的时间 规划好基台产线 却又在施工的时候 碰上疫情搅局 供旗延宕 还要支付庞大的国外技师隔离费 正式营运之后 那段和设备磨合的撞墙期 更是不断消磨意志 但他没想过放弃 我觉得人在痛苦做事的时候 其实那个进步是最快的 我觉得对我自己的期许是 你在做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但是你相对的 你也学到那些经验值 然后你也学到怎么处理那些问题的 解决能力 我觉得那是我的很大的收获 为了让自己在最短的时间内 熟悉所有运作 他强迫气管出身 没碰过机械的自己 去学习设备的调教维修 还把每一次酿造的电脑参数 逐一记录 作为日后的追踪参考 你还是想要进步 那你一定就是要越往好的方向 人支持我的其实就是 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期许 因为当你很无助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的声音 在你的周遭位 但是我已经那种内念到 那些声音我都不在乎的 反正我就是做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不管再怎么辛苦 咬紧牙关 继续努力吧 这几年工厂慢慢稳定 它又有了新目标 那是要让台湾啤酒 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啤酒毕竟是西方传过来的产品 那我现在如果可以把这个产品 原本是欧美传过来的 我可以外销出去的话 这证明其实台湾的自酒能力 是很强的 我想要证明的是台湾的资能 资能精神跟技术 即使未来还有很多的困难等着他 但段元杰相信 他会用一辈子专注做好一件事的决心 让自己再次梦想成真 这是梦想成真的故事 广告最后来你看的这个丹琴妈妈 她更经历了苦尽甘来 刚刚没有叫什么 叫会面 我们来到台湾以后 然后司机我拉 也可以叫拉面 也可以叫会面 然后来到这边说 他们说扯比较好听 我们台湾说扯比较好听就叫扯 有时候我们把时间拉长回头看 会看到许多的不容易 就像这个做手工面食的妈妈 她历尽许多辛苦的难关 最后把儿子拉拔长大 河南没有叫什么 叫会面 我们来到台湾以后 然后司机我拉 也可以叫拉面 也可以叫会面 然后来到这边说 他们说扯比较好听 如果不是经由张宏伟这么一说 许多人还真不晓得 河南人不卖扯面的 那概念或许就像蒙古没有蒙古烤肉 阿尔滨也不卖酸白菜锅 那边比较辣 因为那边重口味都是辣咸 因为我来到这边重新给它 因为我们台湾都着重养生 所以说我做一些比较养生清淡的 在夏天时候吃其他东西吃不下 大盘鸡比较下味 然后干面 然后鸡炒一炒 就干拌面了 没有辣 拌面的大盘鸡不比老家用辣椒爆香 整款为改的是以老姜炒到喷香 坚持不放味精 在下中药香料 威出咸鲜清雅 小小一间扯面店里 口味有鸡有牛 有麻酱有哨子还有油泼 工序多道没完手工面的汤头 全都出自她的手 又多截然不同 细则连芝麻酱都是自己调味自己磨 且还没完呢 她还卖了客家麻吉牛温水红豆汤 正是因为太累了 连酸命食都看不下去 因为他们说张虎味太累 张虎味太累了 他们说这是男生的名字太累了 那个算命的说我给你起一个名字 其实算命的他经常买我麻吉红豆汤 他说不要你那么累的 就鹿 鹿是宝盖头嘛 都是有宝盖的 圈在里边比较没有那么累的 就讲一个 新名字是取了 但郑建烈的依然还是张虎味 也许改名除了怕麻烦 总还有不舍吧 就像卖的品相多到包罗外相 却全是他的救命手艺 所以再累 他就是一向也舍不得放 我们是家暴离婚的 他打孩子就打到昏迷啊 因为那时候不知道 我儿子他爸爸的情况是 就是身体都没有很好 看着很健康啊 高大 和前夫算是相亲认识的 等到婚后发现先生有情绪上的问题 张虎味才惊觉 一切都太迟了 就是在家吃个东西 小孩子吃的饮食 我都没钱给他们买 他有时捡人家那个 人家丢掉的那个 就是那饮料瓶拿来喝 我实际我也不知道 是我婆婆告诉我 她说 你儿子很丢脸 捡人家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饮料瓶喝 我心里很难过 我听到我就说 那不是还是没钱吗 是不是 有钱的话干嘛 小孩子会拿人家的东西吃吗 记得有好长一段岁月 先生不愿出门工作 家机于是落在了他的肩头 为了养家 他冒险非法打零工 却被遣返 回他以后日子再苦 实际上当年张虎味 却怎么也没想过 要放弃婚姻 直到有次 儿子急心盲长 沿上了救护车 命在旦夕了 先生却狠狠伤了母子的心 他说他装的 他妈妈这样的爸爸不要了 他说很 也是 又 他正痛死路 你这样子讲 当然很伤心 是不是 我也 我也那个 我也没吭声 然后 我都赶快叫救护车 就这么离了婚的单亲妈妈 独自拉拔两个儿子长大 他说索性在台湾的侄女 当年教会他做客家麻吉 才慢慢有了命运翻转的开始 为了两个儿子 他日日夜夜卖命地揉 尽管揉到十根手指关节 红肿变形 他也不喊痛 夜里磨米背线 清早送孩子上学后 再推摊车到市场做生意 我是不敢叫 我是因为没做我生意 不敢叫 看到人多赶快躲起来 不敢叫 他说 你不能这样子卖啊 人多要叫 你不叫 你躲起来干嘛 躲起来你卖给谁啊 我怕人啊 怕你做生意 你没头都没腔 你干嘛怕 是啊 当年婚姻虽不幸 虽贫穷 但单亲妈妈卖麻吉 正大光明 和哭总低着头 于是乎 他鼓起勇气 一次两次 也因为馅料包的 够美够扎实 终于迈出信誉 但拼命三娘为了孩子 十几年来 一天只睡两三小时的身体 终究撑不下去 有次因为音讯进了医院 结果检查一出 居然是脑瘤 他说你要开刀 你不赶快开刀 你都没命了 然后我进去 八点多进去 开刀 他说晚上五点多 快六点再出来 我儿子出来 我儿子说 妈妈吓死了 出来一个不是你 出来一个不是你 爸我们吓死了 他说妈妈不能没有你 他说妈妈 我昏迷的时候 我有听到 因为最少昏迷 不能讲话 心里很清楚 讲不出来 那时候 妈妈 我不能没有你 你还没看到我结婚 他们两个 跪在我面前 一直哭 那时候我昏倒 其实那些年 为了多赚点钱 张宏伟还不止 卖过抹尾牛问水 他用一双布满后剪的手 甩老面做馒头 也折过一朵朵 才几毛钱的 传统新娘花 手工扯面 倒是七八年前 朋友们的建议 才让他生出自信 揉起面团 拉成面 一道道 跨过生命里 艰难地看 有时很难很难 很难 想起来 很难 我说老天爷 你为什么这样子对我 我说 我不要求 这样稳稳的孩子们 家里全部平平安安 有自己的窝就好 我说 我真的好累好累 我说 我真的好累好累 尖头上的担子 真的好沉 不过哪怕手头再紧 锅子里的大盘鸡炖牛肉 却从没脱工减料过 扯面也踏踏实实 为了坚持味鲜跟口感 清晨打面团 洗面发酵 一步一步全都按部就班地来 卖面是都没见过 说大陆面好吃 我们那边手工面好吃 才这样子 但是最开始 我是做鸡肉 后来说 到夏天了 不能光做这两样 后来才加 扫子 芝麻酱 番茄的 这样子慢慢增加增加 今年下来 把客人当孩子的用心 总有掏课吃的出来 所以日子再难 主顾积累成力量 两个小情人更深暖心的依靠 有吃饭就是 吃的少 妈妈你先吃 就是妈妈 妈妈先吃 弄什么好一点的东西 妈妈你先吃 吃很少 她说 哎呀妈妈 一个人赚钱不容易 要交房租 说没有钱 交房租 人家房租 要赶我们走 没地方住 怎么办 他就拿他的零钱 自己存的零钱 拿出来给我交房租 张宏伟始终记得 两兄弟还小的时候 当儿子为了帮他省钱 宁可少吃点 也不愿神首相妈妈 要午餐钱 而小儿子则是 拼了命地把书念好 再把争取来的奖学金 全交给他贴补家用 你就把妈妈当父亲 妈妈就是 又当爸爸又当妈妈 就是想说 他赶快赚钱 妈妈不用那么累 兄弟两个 总是这么孝顺也贴心 为了妈妈 小儿子李欣喜高中毕业 唯一志向就是考上警专 当警察 有份稳定的收入 至少妈妈再也无需全年不休了 谁会讲肉麻的话 他们两个 你比较不会 我不会讲肉麻的 就是行动派的 对 而比起小了八岁的弟弟 李欣国相对内向也木纳许多 直到三年前 疫情重创生计 他便默默回到店里 帮着做宅配生意 不会讲肉麻话 讨大人欢心 但却是那个从小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都最让妈妈放心的大儿子 我当时很小 抵抗不了 对啊 那你会讨厌他吗 讨厌他也没办法 他就是这样子 他有病 那你觉得是接着他 还给他红包送礼物 买礼物给他 到现在啊 对 我说没关系啊 讨厌他有病 但是他毕竟是你们的父亲 他会怎样来做 就是孝顺是我们的 但是他对我们怎样都不管他 那是他自己的报应 然后孝顺是我们自己做的 实在是好不容易啊 好不容易风风雨雨都挺过了 也好不容易造化带走幸运 却没磨去他们的气度与胸襟 汤浓面相间纵使灰汗奔忙 但日子静好 只有是母子三人献下最可贵的疗心未见了 忧郁症患者陷入的痛苦太难太大 有时外人真的是难以体会 而以下就是一个忧郁症走出来的疗愈故事 其实疗愈这件事情才是我的志业 因为我喜欢做甜点 当初就是看到对方的笑容 就觉得很棒 那我现在做甜点也是一个疗愈的过程 为了完成心目中的疗愈志业 谢毅然的甜点工作室 有个很特别的经营模式 嘴边想会 对啊 然后包包可以放在这个库库 好啊 他直接预约的客人 让他们可以一边看他现场做甜点 一边聊天 所以工作室里也不放蛋糕柜 只有一张超大的工作台面 拉近彼此距离 这个超好吗 对 对 就是他的原料 就只有咖啡豆跟香蕉 然后我自己蛮喜欢做澄清济室 就是把完全是果肉的香蕉 然后做成清澈的汁 然后我觉得澄清技术也蛮像我的 就把一些不好的过滤掉 但是需要时间这样子 虽然才24岁 比现场客人还年轻 但从甜点 咖啡到人生 谢毅然都能聊 那是走过好长一段 忧郁阴霾的生命体悟 开店之前 她是个非常自卑的女孩 根本不可能向现在侃侃而谈 故事要从她的学生时代开始说起 她念的是讲究升学率的私立名校 这对学业成绩不理想的谢毅然来说 无疑是超大压力 我们的考卷可能会 就是给后面的人改 给前面的人改 所以可能前后的人不是那么友善 然后看到我的考卷说 30分你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把我考卷丢了之类的 老师的解决方法就是 我的位置被换到最后面 我自己一个人做这样子 然后老师就说 你这样不会被欺负了 然后觉得那个孤立感更重 课业挫折也影响了人际关系 她没有朋友 喜怒哀乐只能豁着孤单自己承受 跟现在做甜点一样 因为产量不大又费工 很难请帮手 所以这是千层的第一层就对了 对 她最拿手的是千层和法式可送 为了口感谢毅然自己养酵母 那很花时间的 面团经过一天的冷藏 发酵再包进奶油 还得再花两天重复折叠 她每操作一次就要冷冻 大概30分钟 所以我做 对 因为她就是面团奶油 然后折叠嘛 所以现在奶油已经很薄了 如果再操作的话 奶油会从旁边流出来 然后她就没有那个层次 其实当初会接触甜点 是为了做给喜欢的人吃 只是没想到情豆初开的尝试 不但牵起了一段缘分 也让她第一次有了兴趣和目标 一直以来我的内心都是空虚 我是没有自信的 我觉得别人给我就算再多的称赞 当我自己内心没有觉得肯定自己会是 觉得真的有所成就的话 那个空虚是无法被填补的 所以当我真的接触这件事情之后 对 就是找到自己的感觉 就像置业或是找到自己的那道光一样 虽然就是第一次做甜点做得很 哩哩啦啦 但是就是很享受那个过程 为了追求梦想 谢宜然大学只念了一学期就休学 下定决心要去法国学手艺 但就在出发前她失恋了 还因此得了忧郁症 因为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就是算是一件小事 谁没有失恋过呢 但是因为就像刚刚讲的 我自己有一些交际障碍的问题 所以我没有一个长久的朋友 或是当时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他 所以我也没有其他人可以讲 啊 我失恋啊 这些难过啊 然后安慰啊 完全没有任何的人 因为我只有那个朋友 像是一切被打回原点 她还是那个没有自信 没朋友的小女孩 但青少年时期的倔强叛逆 这些心事她没告诉爸妈 一个人照计划飞到法国 靠着甜点度过情商跟低潮 法国也是一个很自由的国家 我觉得我把我的心胸都打开了 我本来以为我去了法国之后 疾病就好了 结果回台湾就又开始重蹈覆车 像这样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才开始 其实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Misang Plus 可能是从小自信不够吧 只要没有做到一百分 她就觉得不够好 工作室里的所有东西 都有固定的摆放位置 台面也总是干净整齐 菜房这天 光是要煮一个布置千层用的寒天 就倒了好几锅 再一次 好 重做 哈哈 不是很满意 是可以用的吗 就是不够完 所以你来说不够完 对 这样的话倒下去就是还要冰啊 还要等他 但是我理想的状态是倒下去 然后直接可以 就是做起了一个 法国回台后 谢依然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 那个时候存款不够 只能用家里的厨房当工作室 网路贩售 因为用心制作用料实在 客人反应其实不错 经常供不应求 但他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我觉得在以前很容易 把自己放进一个社会的框架里面 就觉得很多师傅他们都 去法国之后就直接开店了 那我好像怎么在这里呢 怎么在家里呢 我在家里可以做一辈子吗 我可以一直都占用家里的厨房做甜点吗 比方说贬低自己 自责各种焦虑各种猜想 各种自己下自己 其实也是一个心理疾病的燃料吧 就是让他更 那个火就会更旺盛 然后就让他越来越 他再次陷入情绪低潮 心理压力也压垮身体 引发癫痫 自律神经失调 差点连最爱的甜点都做不了 然后就手超级抖的 就是放这个的话就是 然后都放不进去 所以现在这样子 放水果的动作 我自己觉得蛮感动的 但那个时候他可没能像现在 这么云淡风轻的 看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 还有过最糟糕的念头 什么东西都给他 他想要去法国读书 就去法国读书 他想要转换人生跑道 就转换人生跑道 然后家庭也没有少给我爱 你都已经做成这样子了 你的小孩还忧郁着 你的小孩还想要死 就 我觉得大部分的家长不可能会 有办法过着关的 但是当时我妈就说 如果你真的觉得不行了 没有路可以走了 你真的已经痛苦到不行了 那就我会放手让你做你自己 为人父母要有多大的爱和包容 才能够忍住悲伤 虽然不支持 却依旧接受孩子的选择 就是他自己人生也有一些经历 所以他讲这句话是真心的 外婆也是因为忧郁症走了 那我觉得我相信大部分的家庭 当你没有自己经历过 或是你身边的人没有经历过 就是不太能理解忧郁症 你就觉得为什么不看开呢 为什么不往好处想呢 为什么不放过自己呢 但是当你在一个疾病 因为它不是一个情绪 它是一个疾病 你就是没有办法放过自己 那当初 家人们都没有很理解心理疾病 所以外婆走过了很长一段 很辛苦的时光 经历过至亲离世 面对女儿同样的情绪低潮 妈妈的谅解 给了谢依然面对的勇气 她告诉自己不能再消沉 必须想办法做点改变 笑看失误 不再要求必须试试完美 不小心打翻了内线 拿纸巾擦干整理就好 分量不平均 用汤匙调整一下就行 也试着接受内心那个 没自信的自己 也许就是这样子的人 那又如何呢 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 把自己套入社会的框架 就我一定要成功 我一定要是一个开心的人 我一定是要什么样子 才可以证明我自己 对就不需要 面头一转 跳脱心里的框架之后 她慢慢活出自己走出忧郁 这两年还发起了解忧甜点的活动 希望可以帮助有类似遭遇的人 因为我很幸运有可以理解我的家人 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 就是我给对方一个甜点 那我听对方的故事 然后跟他聊聊天 就算不可能真的百分之百 解决他的问题 也知道其实有一个人在 然后你并不孤单 从最早在街头捷运站出口的陪伴 到现在有了一个小小工作室 我已经哭过了 没关系 忙碌的预约日常之外 谢宜然还是会抽出时间 留给需要倾听的朋友 在解忧同时也疗愈自己 就是我妈从小就会跟我讲说 所有发生都是好发生 所有结果都是好结果 我是近几年才开始理解这句话的 因为像忧郁症这件事情 当然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但是我现在却可以感恩我那段经历 就算他还是一样很糟糕 但是如果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我不知道我的人生可以有其他的方向走 因为他的勇敢面对 才有了现在不一样的新人生 你就发现我自己原来是一个这么有用 或是这么疗愈 这么有能量的人 那除了说建立自信 我觉得也是一部分的让我完整 追求完整而非完美 不用别人肯定 内心强大就有自信 曾经以为是很大的困难 经过时间的淬炼就不再是困难了 一步一脚印发现新台湾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